所以道理 讲来讲去容易 但是关键还是你自己 因为修行 都是在个人 不是在个人 就是在关键在你自己 能不能成就 关键不在于别人 偶尔大师 下面又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其他的要求 我只有一个要求 这个人生真的很短 你不念佛 你还能够做什么呢 你说呢 这个灾难 这个环境真的很多麻烦 你看那个 那个释迦摩尼佛 在世的时候 常常提醒我们 讲了四个字 释迦摩尼佛在世 常讲四个字 他说啊 快快觉悟吧 只有觉悟的人 才能够真正 将来超越六道 如果我们没办法解悟啊 那解悟又从哪里来 刚才已经讲过了 从放下 放下是一个手段 放下是一个方法 怎么放下呢 印光大师的秘诀很好 印光大师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把生死死的这一个字 就是说你今天你的寿命 今天的一天 就是我寿命的一天 那这一天我要做什么 老实念佛 哪一件事还放不下吗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 印光大师这一句话 是很深度的 你要很大的去体会 为什么印光大师 要我们来讲这个字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你的生活非常的自在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最主要的老实念佛 将来我们同生极乐国 最主要的 你要从哪里开始 从你的身上 你身上有哪些毛病 你从这个毛病下手 慢慢的克服 慢慢的改过 慢慢把它改上过来 那你这一句名号就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